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爱的主角是索尼卡口的名将7.5mmF2 鱼眼镜头 做工上纯黑色的外观 全金属的做工 重量370g 拿在手上还是很有质感的 镜片是8组11片 视角180度 虽然是鱼眼镜头 但是前镜片并没有特别突出 边上也有的4片固定的小支光照 大家知道鱼眼镜头一般是没法安装保护镜或UV镜 所以以上的设计可以给它提供一些防磕碰的保护 镜头光圈是7片式的 金属的后口 所以镜头有附送一个ND1000的滤镜 可以安装在后口上用来拍摄长报 解决前口没法安装滤镜的问题 这点设计很赞 做工评分是3.9分 操约上来讲 这是一支全手动镜头 光圈环略微突出 转动顺畅 最大光圈F2 最小光圈F11 对焦环宽大顺畅 最近对焦距离是0.125米 使它可以当作一个小微距镜头来使用 靠近无穷感触的对焦形成略短 操作评分3.8分 家具是成像 我使用全画幅的索尼A7来进行测试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APS画幅机器上来使用 相当于后期裁剪了嘛 上实拍 首先拍摄风景 与眼镜都有点形的超大视角 很适合拍摄内部空间 中心对称的建筑 以及宠物婴儿等 当然会有显著的透视形变和一圈黑边 很有特点 当然这些也可以通过后期的拉伸和裁剪去掉 与眼镜头因为视角太广的缘故 对于摄影师的构图能力是个挑战 这点就要大家发挥想象力了 可以安装在后口的ND1000滤镜 使它可以拍摄长曝光 获得平缓的水流和水面效果 另外这只镜头有F2的大光圈 和0.125米的最近对焦距离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拍摄一些镜屋 看下到全盖光圈是不是可用 全盖光圈F2下中心率度很高 拍摄微距时的虚化效果也不错 可以给你不一样的视角体验 总的来说这只镜头画质表现不错 视角和变眼画质以鱼眼镜头的标准来说 也很优秀 成像评分3.8分 下去是视频功能 上时半视频 视频的画质方面和拍照类似 不过多倔数了 当然了 手动对焦对于视频的拍摄还是不太方便 视频功能评分3.2分 最后一项是性价比 这只镜头现在全新的价格是870元左右 性价比评分是3.8分 平均以上5项总的平均是3.7分 那你心中的打分是多少呢 可以打在公屏上或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鱼眼镜头呢 属于比较小众的特种镜头 它并不适合于所有人 而如果你喜欢拍摄风光 拍摄建筑 如果你想有一点不一样的视角体验 那这只镜头或许适合你 那本期的一镜 翻外镜头微评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身影师一念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